特朗普政府现任前期数星期加快批出新钻探租约 收回西点林宵受保护屈息地 放宽节约标准和取消意外杀雀惩罚等 这些都是倾向业界的措施 但总统拜登上任后积极推翻这些政策 以签署多项行政命令 包括指令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 和协调全美环保与气候进程与加州的雄心目标 虽然改变毫无疑问会出现 但拜登的行政令只能做到第一步 要推翻特朗普其他政策 需要多个月的行政检讨或是国会批准 即使国会如今由民主党控制 大动作修法或需共和党支持 避免参院出现拉布否则可能触交 加州自定的法规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特朗普环保政策开倒车的影响 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改变 对加州的影响将主要包括八个方面 提高汽车排放标准 决策时以科学为一规 减少三角洲抽水 停止批发新的钻油许可 恢复加州沙漠保护 加强冰威生物保护 遭焚毁森林 限制伐木 以及聘任更多主张环保的官员等等 特朗普曾停止奥巴马时代 收紧汽车排放标准 更废除加州在捷径空气法 所赋予的自定汽车排放标准权利 加州正请求新政府恢复这项特权 而拜登首批针对公卫和环境的行政命令 已要求汽车和农夫车有更严格节能标准 协助加州对抗前朝政策的州环保署长布鲁门菲 亦是与新政府合作 对于拜登安排奥巴马时代环保署长麦卡菲 担任白宫气候政策主管 前国务卿克里亦被提名任气候特使 布鲁门菲认为 具资格和经验的官员 有助拜登推动环保进程 意味新政府以环保和气候为主要工作 中天中望 正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